大家好,這是K-Law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如何簡單的組成一套戰術背心 今天使用的是Amazon的CVC作為基地 而這件背心本身原本就帶有3個5.56彈夾的收納空間 但如果你是彈夾需求較高的GPB玩家 也可以再額外擴張一塊三連的彈夾帶 解決了彈夾的收納,接下來要在背部裝上些東西 我選了這款Amazon的2公升水袋包 這款水袋包的容量蠻大的 所以即使不裝水袋,用來放其他雜物也是蠻方便的 將水袋包固定在背心上後,接著就可以將水袋放入了 然後將吸管沿著肩部的走線延伸至正面 接下來我選了一個無線電帶 然後將它安置在背心正面的左側 有了無線電帶後就可以將無線電放進去 左側放了無線電帶後,接下來就是在右側少些東西放了 我選了Amazon這款雜物袋 它內部的分層和容量都還蠻不錯的 可以拿來放些電磁或停燈器之類的小東西 接著我拿了個D型扣 用它來固定搖搖晃晃的水袋吸管 然後我又覺得無線電帶旁邊好像還有點空間 於是又另外掛上了一個榴彈帶 最後我還拿了一個腹部收納包 我必須說這真的是個好東西 除了可以收納雜物可以遮小腹 蹲下的時候還可以遮併你的下體喔 好了,這樣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只要貼上些自己喜歡的徽章 就可以穿上它了 其實背心上還有很多很多可以放的東西 像是醫療包、螢光棒、束帶手銬等等等等 而每種東西的放法和形式 也可以依照個人的需求和洗套去調整 在這個過程中的樂趣完全不亞於配置一把牆 所以也請大家多多進行嘗試吧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啦